大家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建議大家好好把握剩下明天的好天氣喔 天氣要有點轉變了 這幾天呢事實上早晚呢在不同地方都有一些 濃霧的現象 這個呢屬的是屬於這種平流霧 因為這個時候呢還是有一些冷暖空氣的交界所以在 這個海邊呢例如說像淡水 或是在西半部沿海就容易特別容易發生 那現在來說的話整個天氣還是維持的非常穩定的一個天氣形態 明顯台灣附近吹的偏東風風速呢也非常的一個微弱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其實新的一波呢系統正在 中國黃河流域這個地方慢慢慢慢的在往南推 所以預計呢什麼時候會推到台灣呢 這個呢就是指的是 禮拜三的早上的時候 這個封面的前緣呢你看這個就是冷空氣 這邊是暖的空氣在這個前緣呢 禮拜三的早上 目前來看的話可能是9點10點左右 就會抵達到台灣北部 甚至呢如果快一點它的很前緣 可能在禮拜二的深夜就會接近到台灣北部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你還沒有洗衣服的話趕快 現在趕快去洗明天都很快就會乾 為什麼呢因為接下來禮拜三開始 恐怕有將近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都會是 濕濕冷冷的天氣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了 那這波呢什麼時候會衝到南邊 先從禮拜三的早上開始 一直到禮拜三的晚上 這冷空氣 就 完全的入侵到全台灣了 所以這個水氣呢也會慢慢的移進來 首先是水氣先到 後面呢就是這個所謂的東北風的這個冷空氣 隨後報導 那預計呢會一陣子都是這樣 那這個是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冷空氣呢就是清潮而下 所以最冷的時間點呢就是禮拜四禮拜五 有些時間呢可能到禮拜六 可能早上清晨的時候 還是比較低溫 那這次來說的話 低溫空曠地區是下幹12度啦 當然啦 這個12度是一個數值可能有上下一兩度的差別 請大家隨時留意更新啦 那因為這個冷空氣越過一個台灣海峽 變化就很大 那是很明顯的一個降溫 那這幾天呢明顯吹的偏東風 所以東半部呢還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暫性的一個陣雨 那未來呢各位來看這個整個趨勢就很清楚 整個北方的這個冷高壓 就明顯下來了 那配合上前緣喔冷暖空氣交界的水氣 這一次來說的話不是乾冷是濕冷 配合上有一些水氣慢慢的接近 所以台灣附近呢會轉為陰有陣雨的天氣 會有好幾天的一個時間 不過這次來看的話水氣當然還有待觀察啦 現在這種春天的這個雨呢會會蠻難預測的 有時候呢可能會打雷 會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可是有時候呢就是頂多是一個毛毛細雨 那預計呢這樣不穩定的天氣可能會至少一個禮拜 所以各位來看明天的天氣呢跟今天一樣好 請大家好好珍惜現在趕快洗衣曬衣明天還可以喔 各位來看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那這次來說的話 預期呢還是北部雨水比較多 但是中南部呢還是有一些降雨機會要稍微留意一下 週三週四週五就天氣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風的部分來說的話各位注意到北邊的這個系統 明顯的這個清潮而出 什麼時候影響到台灣你看就是三月 事實上禮拜二的深夜就慢慢就感覺了 禮拜三白天的時候就會一下子就衝進來了 冷空氣就衝進來了 也明顯轉冷 而且是一種濕冷 那為預期呢會持續好幾天的時間 你看這個 會將近到下禮拜 一個禮拜時間濕濕冷冷的 整個天氣來說的話就有一個明顯大改變 像明天預期呢 跟今天一樣熱 早上的時候雲量比較多 可是白天的時候應該都會露出這個陽光出來 接下來這個就是未來一個禮拜裡面只剩下這一天的好天氣了 你看這個北部就這邊都是下雨的天氣 而且這個低溫你看 這幾天的這個低溫都還有17、18度 但是未來的這幾天 這個清晨的這個白天的高溫都 都比不過今天清晨的這個低溫 所以這個落差是很大的 這種屬於很容易生病感冒的天氣 請大家注意特別是最近這個流感 還是屬於一個高峰期 這樣的一個變化呢 對於很多年長者是一個蠻大的考驗 請大家 要特別注意 看起來這數字沒有特別冷 但是這個衝擊 這個溫差的衝擊是蠻大的 南部也有一點感覺 這幾天其實19、20度的清晨的低溫 可是現在來說它會跌個45度左右 清晨會跌到14、15度左右 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沿海空旺地區可能會更低一點點 所以我們最後給大家很建議 把握明天週二的好天氣 清晨還是有一些濃霧發生 那另外呢 週三開始 封面還有後面的冷空氣就陸續的報導了 週四、週五就明顯的降溫 轉為濕冷的天氣 請大家一定要留意 最近的這個很大幅度的變化 好! 很多大幅度的